新龙正式牵协一放弃女儿 带自己女友在美国生活 刘真妈妈要收回女儿的房子 泥泥流泪想哭 吴宗献中说出真相 刘真的死前艺人经纪人任月琴那么发话 他并不是默有大道理的 要了解吴宗献早在前面 就早已为他干了许多再出的工作 但奈何新龙告知大伙儿 自身并没有准备好 希望大伙儿为自己时间 在刘真离世一周年的这一个独特生活里 好姐妹杨丽金发文表缅怀之情 此前艺人经纪人任月琴也接纳了新闻媒体访谈 公布发话自身未曾忘记刘真 还告知新龙学会坚强 要好好的的照料你你 可惜还是不能坚强 放弃女儿了 翻看刘真的社交账号 她的最后一条动态 还停留在2020年2月6日 那一天她陪伴女儿 妮妮度过了四岁生日 在看她的文案时 内心满是伤感 就好像她提前知道有事发生一样 通过媒体报道 我们得知刘真陪女儿过完生日后 便前往医院接受手术 原本希望能更健康 谁曾想会就此丧命 心脏手术过程中 刘真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 医生紧急为她装上耶克膜抢救 达到使用实现后 又换上人工心脏 一次次抱有希望 一次次迎来失望 最终刘真在等待换新的过程中 多个器官严重衰竭 医院专家也回天乏术 最后 征得家人同意后 新龙在去年3月22日22点22分 拔掉呼吸机 让刘真带着体面离开 两周前 小明星大跟班播出 新龙意外出现在了评委席 这也是刘真去世后 新龙首次出现在电视节目中 不过从新龙的状态来看 节目显然不是最近录制的 那时的新龙还在被幸福围绕 而今已是另一番境遇 新龙如此的低落的情绪 圈中众多朋友都十分担心他 所以不时都会鼓励他 希望他能慢慢走出去伤痛 因为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等他照顾 但是状态十分悲观的新龙就曾表示 就连自己都不知道需要多少年才能走出 本来女儿宁宁应该要去上幼儿园 最近有媒体就曾致电以及发送信息 给新龙了解女儿的就读情况 但是对方却不接电话和回复信息 上一次新龙的朋友放出关于他新年近照之后的又一个更新消息 吴宗宪还是保持着对新龙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 他说上一次台媒体放出新龙以前的存档 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 虽然不是新龙的近期动态 但也给足了他十足的信心 只有我们大家都在 也只能这样子给他加油 新龙过年给我传消息 我也有立刻回他消息 我能做的就是问候一下快五岁的妮妮 等于是我这个大伯 在给他和家人加油打气 希望他能理解良苦用心 刘真去世满一个月了 懵懂无知的妮妮 还以为妈妈去旅行了 没有回家 妮妮非常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 妮妮也会问新龙妈妈呢 他什么时候回家呢 想要妈妈带我去上学 他每天还是很思念刘真 看到刘真的包包 鞋子都会悲痛不已 如果他想老婆 就会紧紧抱着女儿 但害怕女儿会问 所以不敢在他面前流泪 新龙的亲友都希望他能早日走出悲伤的情绪 一切都会过去的 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高以翔去世后 没有Bella也是终日以泪洗面 但是过去五个月后 Bella已经走出来了 近日 Bella在社交媒体上晒出骑马近照 照片中的她 穿骑马装戴头盔 和好友一起骑在马上 共同看向镜头 笑容灿烂 Bella重新展现了 属于她这个年龄段女孩应该有的活力 疑似已走出高以翔离世的阴影 所以 新龙也会走出来的 倒不是说Bella和新龙不念旧情 而是生活需要向前看 珍惜家人 亲人 朋友和自己在一起的日子 刘真曾在做客某节目时 谈到她和老公新龙的相识过程 认识新龙的时候 刘真已经38岁了 最初 两人都互相知道彼此 却没有过任何交集 后来 刘真与新龙一同担任某选秀节目评审 因此而结缘 正是因为这一次契机 让刘真加深了对新龙的了解 刘真称新龙虽然看起来酷酷的 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幽默风趣的人 而且 在工作过程中 新龙对刘真十分照顾 表现出很绅士的一面 后来 新龙就主动给刘真留了自己的电话 并向刘真要了她的联系方式 两人之间的感情从那个时期便开始萌芽 私下李辉一起出去吃饭 在约会三次后 新龙便带刘真见了自己的家人 正是因为新龙此举 让刘真看到了她对这段感情的认真 刘真离去 新龙透露 之后她会跟女儿宁宁一起过节 回忆刘真的美好 一直都有媒体问新龙 有没有在梦中见过刘真 她说 头七当晚 是她第一次见到妻子 梦中 两人坐在云端上的宇宙飞船 笑得很开心 后来刘真说她害怕 新龙就安慰她 你别怕 我在你身边 吴宗宪说 新龙是医术家性格 他对赚钱没概念 新龙在灵堂里 回忆着和刘真生前一起的点点滴滴 两人每月的22日未过双双节 以前会买一个小蛋糕点蜡烛庆祝 互相聊聊夫妻心事 现在刘真走了 新龙打算和女儿一起过双双节 父女俩买蛋糕庆祝 聊聊刘真生前的美好 在节目当中 女儿问吴宗宪有关家庭责任 和家庭中承担的角色的问题 吴宗宪则坦言称 自己在工作中是个王者 但是对于家庭 她的角色是不合格的 吴宗宪说自己主持了那么多年的综艺节目 什么事情都搞得定 但是她做了几十年的老公和父亲 却没有什么好成绩 能够和观众朋友们分享和交流的 说到这些话题 吴宗宪十分愧疚 同时提到她对于忧郁症太了解了 以为她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 吴宗宪自暴小时候经常被父亲家暴 常常遭受毒打 甚至父亲会因为打他把扫地的竹扫把都打碎掉 当时的他甚至会怀疑 自己到底是不是父亲的儿子 父亲到底是不是亲生的父亲 但是直到后来 吴宗宪才知道 自己父亲其实是生病了 原来父亲患上了很严重的心理疾病 一开始是忧郁症 后来转变成了躁郁症 所以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才会打人 因此才导致年幼时候的吴宗宪总是被父亲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